石头技术越来越好,我们今天带来一场 敦圣黄远小石头对战柯种的一个比赛 柯种这边为了打他上了全主力,他怕输 所以说我们找一句说一说 石头上的是八神红丸和马力 柯种这边是八神马力和克拉克 上了自己的苍蝇英雄 但这时候柯种明显是下死手 抓住消风直接就是转死一把自己 然后用葵花打对手乱动直接带走 石头这边的八神没有找到太好的点 所以说直接被秒掉 我们看看28的红丸 石头这边愿意清脚先点一下对手 看能不能牵制住柯种的八神 他大跳 由于神红丸这个特殊属性 他暂停跳C消风拉不到 所以说刚才柯种跳C也是没有后续的追击 这个洛杀被防龙直接下去的摇摇 八神残血怎么说 他这个圣龙是看准的 还在戳圣龙 如果对手跳还好 发一个清波 等一下对手看看什么动作 这时候石头想用反尤重拳 反尤不是反尤重拳的这个招 八神磨死 结果八神大跳消风 还抢到了判定 挺好 也就是说空血翻掉石头的红丸 现在石头还有个玛丽 大家认真看 他这个玛丽我感觉都有点夜风的感觉了 对空没对过 防好下盘 下地打出康克 再轻角点你 就是点 赶紧点死了 柯种也没办法 只能刚CD 好 最后呢 马力也没有乱动 柯种的进攻失败 直接带走八神 双方来到马力的内战 使得这边手握将近两颗气 在摘第一时间夹 好手法 已经形成了技术机 打兽龙赌重怎么算 小跳 大小背包 再夹 左边还是右边 先腿怼你两下 远坐 一个咒玫瑰 nice 他是下臂下臂 3434臂 一波复合指令 柯种是乱抢咒 有没有气 所以说被带走 我们看第五回合 现在柯种的克拉克没有气 把石头选择炸气 右手堵中双龙 这两只双龙堵得漂亮 前冲抓的柯种后跳 近板边 克拉克没有气也很难受 要腿边半倒 完了跳地打得太早了 又被夹 这样直接反三 三个月亮到二线 向我们的小石头致敬吧 我说的咋游戏地质你们还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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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游戏地质